fansupermark.com 上星期,環球的風險資產慘遭拋售 相反,避險的資產受到追捧 我們見到美國國債和德國國債有這個價格上揚 但金價是出現一個回吐 而在我們的研究範圍當中 只有南韓和馬來西亞的股市 是能錄得正數回報的 其餘的股市都是出現跌幅的 跌幅較顯著的市場 包括俄羅斯、印度、泰國、中國的股市 甚至乎日本股市 在上星期的焦點 集中在中國製造業PMI的數據 因為一月份官方製造業的PMI的數據 跌至50.5 連續16個月處於擴張區間水平 但這個數字其實已經是六個月以來的低位 相反,我們看看匯豐製造業的PMI的數據 一月份的數據跌至49.6的水平 這是六個月以來首次跌至收縮區間的水平 可以見到其實兩個數據都出現回落 部分的原因都是歸因於一個季節性的因素 因為我們看看以往 內地的PMI的數據 通常都是會在一月份和二月份 會出現放緩的 主要都是受到這個春節的因素 令到內地的製造業的活動是有所放緩的 所以預料就是在這個春節之後 這些製造業的活動會回歸正常 所以估計就是內地的PMI的數據 將會有反彈 而另一方面,上個星期的焦點 繼續擺在新興市場的資金外途情況 我們見到一些國家繼續受到拋售 他們的資產包括巴西、印度、俄羅斯、南非、土耳其等等這些國家 在今次新興市場的資金外途 我們主要可以把這些國家分為幾個類別 首先第一類的國家 他們屬於比較依賴一些資源出口的國家 包括俄羅斯、巴西和南非 另一方面,屬於他們的結構性問題 是比較嚴重的國家 例如阿根廷 而第三方面,屬於政治相對比較動盪的國家 包括泰國、土耳其和烏克蘭 我們會見到,如果我們將這些國家分類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接下來的新興市場的動盪 會繼續取決於幾個因素 包括首先,隨著美國聯儲局開始減少賣債規模 預料在過去幾年 一些雙赤國家繼續依賴熱淺的情況 將會有變 隨著熱淺開始撤離 相信這些雙赤國家的問題 將會明顯暴露 而第二方面,剛才我們提及過 內地的經濟數據其實不太理想 甚至乎在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長 是有放緩的情況方面 所以將會繼續影響著投資者 對於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長前景的信心 而第三方面,就是 剛才我們也提及過 隨著聯儲局開始減少賣債規模 另外另一方面,就是預料 在校校的時間 會預期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 將會正常化 所以其實這個預期會繼續推高 這些發達國家的匯率 甚至乎美元趨升 會繼續影響著一些資源的價格 所以比較依賴商品和資源出口的一些國家 他們都會繼續受到影響 所以綜合以上所提及的幾個因素 我們相信就是新興市場的波動性 會在較多的時間 會繼續延長多一段時間 兩日程 我也想請頂道 我請大家 香港人 更延長多一段時間 天后 總理